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攻占了京西县城 这一仗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阵脚 红军兵风直直辅舟 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 黄石渡跟京西县城丢失之后 国民党军事大为震惊了 当时国民党就迅速调集部队 就调集了三个师 而我无期为指挥 由这三个师在京西县的喜湾集结 缤分两路 向攻击中央主力红军 然而 让蒋介石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已经全本破译了扎密密码的红军 犹如长出一双千里眼 1933年1月6日晚上 曹祥仁上映了自己密电破译生涯中 最为传奇的一幕 荡天古夜 恰逢曹祥仁独自当班手机 突然 他发现国民党军的五部电台 几乎同时变得异常火月 都在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 激民的曹祥仁意识到 必有重大军情发生 此时 只见曹祥仁快速转动旋钮 选台真听 他凭借扎实的暴物功底 和对多种秘本的超强记忆 几乎是停意并行 同时对五哥电台的信号 进行选择处理 就当时我们访问了一些老同志 就说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是32年10月首破斩密 就是破第一个密本 到32年底的时候 他们已经破了17个密本 就我们访问的一个老同志 他就说 就是他认为 这个曹祥仁脑子里 当时就至少有五个密本 他脑子里就已经记在心里了 就是他调电台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随时拿出来 就跳出来就可以反映出来了 破液的电报显示 国民党军依然兵分两路 但主攻方向改变为 吴启伟甩第27师 第90师为左路军 准备攻打京西县城 周智柔甩第14师为右路军 从郎区分兵进攻左防营黄尸杜 企图切断红军的后路 四季如果得逞 红军主力乃至总部 都有可能陷入重围遭受重创 敌变我变 红军立即进行重新调动部署 1月8日早上8点多 草乡人又真听到 吴奇伟所率的左路军 已经到达封山部一线 1933年1月8号 红衣军团 红山军团 从金西县城往这边开进 结果在封山部这带 以敌军 国民党军 对 向遭遇 然后国民党因为来得比较早 他就把这个山头 这个丛林给占领了 随即 红军英勇顽强 对敌发起正面进攻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 重创号称铁军的 吴奇伟第九实施 封山部一战 堪称无限电破一战的经典案例 1933年2月 封山部残败之后 蒋介石坐镇南昌 调及乌十万大军 分左中右三路 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此时 蒋介石也意识到 无限电报灭的重要性 于是聘请外国密码专家 进行通信加密 国民党军的通信密码 第一次全部换成了特别本 密名猛密 电报破译难度 陡然增加 国民党军屡遭失败以后 蒋介石就意识到 无限电保密的重要性 他就特地请了 外国的密码专家 据说是个荷兰人 这也是从电报里知道的 就来帮助他提升编码的水平 这个新的字编本 那就几乎就是不是以明码为底码的了 就是自己另行编一个密码 这就叫自编码 曾希盛 曹湘仁 宗碧赵 又一次开始紧张艰难的破译 经过七天七夜的连续奋战 猛密又显原形 国民党军特别本密码 手脏破译 任务完成之后 曹湘仁当即并倒 肺炎发作高烧不止 就是在江西啊 或者在长城过程当中 所以他的肺里面是遍布着钙点 钙化的 得肺炎以后就留一个钙点的 那肺上是遍布着钙点 是经常性的 在军委二局情报的有力支撑下 红军首创大兵团山地湖击战 历时一个多月 在江西一黄临战边界 先在黄皮重创国民党军 五十二师 五十九师 接着又在东皮击溃国民党军十一师 八十年后的今天 东皮镇黄白岭村的红色遗迹 依然历历有在 而在黄白岭村村头 高耸的山头草斜港 就是著名的东皮大捷主战场 因此 这场战斗又被称为草斜港大捷 1933年3月21日 草斜港战斗打响 从浮晓一直激战到黄昏 敌我双方展开了残烈的阵地争夺战 当时不是它占领到我们PT3那个制高点 地形比较显耀 当时我们好像是冲了好多次都打不下来 后来还是派了一个就是熟悉地形的 这些游戒队啊 这些毛泛勇啊这些的 派了一个熟悉这个地形的战士 就是带领从后面超过去 超到它那个车 敌人的车后面 从后面 然后超过去 把敌人打了 最后 红军兼敌五个团 击毙敌旅长一人 辅敌官兵八千多人 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师长萧钱 受伤脱逃 当天 红军总部在黄白领寸的徐家祠堂里 召开了总结表彰大会 第四次反围剿 胜利结束 蒋介石又一次惨败 可是在最初 蒋介石从未相信 红军能够独立自主地 进行无线电的破译 错误地以为 一定是苏联人在插手相助 但是在屡遭失败之后 蒋介石头脑清醒了很多 他意识到破译与反破译至关重要 所以他不惜高薪聘请了外国密码专家 进行了通信加密 那么会有效果吗 1933年6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 蒋介石特别下令 要求国民党军委会电武股 不惜一切代价 加快破译 红军通信密码 电武股股掌黄继币不敢怠慢 立即组织全班人马投入破译 结果两个月过去了 一无所获 黄继币只好硬着头皮 尴尬的向蒋介石复命 植骨对于赤匪电报 也经逐日分类细心研究 时经两月毫无头绪 实属无从着手 国民党军呢 他有一些旧军队的习气 政治上也不开明 比较直接的原因呢 就是说在他们使用干部的时候啊 走的是任人为亲的路线 真正的专家呀 都受到排挤 外行压制内行 另外国民党军他的这个战斗意志 也不强 一碰到困难 他就往后退 就不干了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 有一天 周恩来专门找来年轻的曹香仁 表情严肃地问他 你觉得我们的密码怎样 曹香仁回答说 我们的密码太简单 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 周恩来微微点头 沉思了一下 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们这个方面的这个机要加密水平啊 比他们要高 咱们是领导亲自抓呀 像周恩来这样的高级领导 不仅是领导直接领导这个机要加密工作 他还亲自参与密码的编制 周冯里搞的一个编过的一个密码叫豪密 曾经就是我们党和军队使用的这个密码 没几天 红军总部宣布加强通信保密 仅仅豪密 后来就出现了多个变种版本 以至于国民党军 一直没有能够破译出红军的密码 红军在破译 于凡破译的博弈中 占尽先机 在电报破译中 凡是能够破译对手的 就说明你破译的越多 说明你的电报技术 破译技术被对方抢 如果对方没法破译你 那么说明他的技术不行 所以我们的电报呢 由于破译的越多 我们经验就越多 就知道怎么防备 不被对方破 到了第四次反围角时 破译与反破译的较量 已经焚出高低上下 虽然这次国民党军电台 全部更换上新密码 也就是上下左右 没有固定关系的特别本 但最终还是被曾曹洲 连手破译 1933年2月27日 著名的黄皮大街打响 朱德专来 令黄皮山多林密的 有利地形 指挥红军进行大兵团 伏击战 经过一天击战 重创国民党军 52师 59师 蒋介石闻讯 他在悲哀中 给陈诚 发取一道手语 听到两个精锐整编师 被歼灭的消息 时任国民党军 第十师师长的李莫安 有些透似湖碑 心有气气人的他 写诗书怀 李莫安 他率部啊 在主攻部队后面跟进 当这个主攻的这个 52师和59师 被红军消灭以后啊 他很伤感 就做了一首这个七诀 最后两句呢 是 灯仙桥盘 灯仙去 多少红颜泪枯干 那写完了以后呢 也没有给别人看 就把这首诗啊 用电报啊 发给了他在上海的 他在上海的夫人 顾林 到了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发生后 李莫安奉命率部 驻守西安 有一天 中共代表周恩来 突然造访诗部 与李莫安 唱绝黄浦旧情 没有寒暄几句呢 周恩来就说 我记得您有一首诗 写得不错 灯仙桥盘 灯仙去 多少红颜泪屎干 这个李莫安听了以后 大惊失色 周恩来呢 就看到他一副 惶恐 这个 不解的这个样子 然后就告诉他 哎 这是那个战斗期间呢 红军这个 截获了 这个国民党军的电报 我在这个电报上 就看到了这个诗 终来直言相告吧 是李莫安呢 对红军的这个 无线电这个侦查能力 感到非常的震惊 1933年5月 中国工农红军 总司令部成立 随之在江西瑞金 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局 曾熙胜为局长 曹祥仁为破译科科长 1933年8月 建军节到来时 曾曹周被授予了 象征着最高荣誉的 红星奖章 曾熙胜的奖章 是二等奖章 曹祥仁和周背诈 是三等红星奖章 在当时是最高级别 据说红星奖章可以 抵一个死刑嘛 如果你犯了错误 可以抵个死刑 最大的时候可以抵个死刑 所以也是我父亲一个 很大的一个骄傲吧 那一天 时任红军总政理的周恩来 勤来祝贺 勤熟把红星奖章 一挂在了曾曹周兄前 以表证他们的先赫战功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之后 蒋介石心有不甘 重新调集重兵 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剑 但是因为当时 红军领导人 博古里德的错误指挥 最终中央红军呢 被迫撤离了苏区 踏上了漫漫争途 那么当时的情形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密电破异和红军长征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江西广昌 因盛产干连而闻名 号称中国干连之都 广昌地处干东 四面环山 这里是符合的发源地 也是恶首 干 粤 民三省的交通要衷 八十多年前 一场血战在这里打响 史称广昌保卫战 广昌的作用是体现的 它是苏区的北大门 所谓的苏区的北大门 不是说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是红色首都内津的北大门 所以如果说广昌丢失 国民党军就深入了 中央苏区的腹底 对内津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933年9月 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开始打响 这次蒋介石吸取了 以往惨败教训 采取广筑堡垒 步步为营 准备指导中央苏区 五次反围剿战斗 大概有将持续了一年时间 这个一年时间 军娃尔吉向我们 曾曹作他们破译的密码 就有三百多万 基本上一天破译 因为国民党军 他这个密码换得特别的轻 基本上一天一换 所以工作量特别的大 我们就是特别的辛苦 战云笼罩 加之经济封锁 中央苏区变得空前困难 在军委二局 曾熙盛 曹祥仁和周碧赵 每天吃的只有清水煮猪笋 时间一长 胃病 瘧疾 肺炎 不断向三人袭来 我曾经问过父亲 你为什么不吃竹笋 因为我们家母亲是这家人 他要吃 父亲就说 哎呀 这在这个反围角的时候 我给吃怕了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盐 没有粮食 但为了填饱肚子 就用水煮竹笋吃 他说我那个时候胃也不好 吃得我只吐啊 那个竹笋是长纤尾的 根本不能被这个胃亏羊的人吃 但他还是坚持下来 所以到了解放后 不能碰竹笋 此时 中央苏区连红米饭 南瓜汤都成了奢侈品 又是一个中午的邻居 对于军卫二局的曾曹周来说 午饭依然是清水煮竹笋 但这一次 年轻的周碧赵差点丢了性命 我父亲吃这个竹笋 不是泡竹笋 要发起来 他车子煮出手 有一时他没有发透 吃了下去 可能在胃里膨胀 差点掉了命 大出血 然后是 钱庞福区副局长给他打个马飞 一个多星期躺到上面倒着滚了 才能把命给抱出来了 几个月后 形势更加危急 1934年4月27日 广昌战役失败 国民党军随即蜂拥而入 分进合机 中央输取危在旦夕 当时呢 就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 这个错误之道 我们红军呢 在反围角的斗争中间呢 找到了惨重的损失 当时呢 我们中央啊 和红军总部呢 已经决定了要突围了 但是呢 还是处在犹豫不决的中间 此时 国国里得指挥红军 以堡垒对堡垒 跟国民党军展开了阵地战 八十年后的今天 在江西南城的大山深处 还可找寻到当年 红军修筑的简陋碉堡和宫市 我们现在所走的这里 应该只属于那个碉堡的第一层 第一层 好 那跟着我看 这里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梁柱 这可能就是第一层的一个梁柱 那么从应该可以说 从这里开始吧 到这里为止是第一层 上面应该还有一层 而这个孔呢 就是当时的那个步枪孔 1934年9月 愁愁满志的蒋介石 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指定部署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围剿计划 准备对强弱之末的中央红军进行最后一击 这就是所谓的铁桶计划 没想到 军委二局破译了这份重要情报 此时 阴险很多的体统计划 还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注意 他就是当时担任江西德安区专员 兼保安剿共司令的莫雄 莫雄这个人呢 他这个人呢 就是早年呢 追随孙中山 参加了那个就是刑害革命 还有其他的一系列 相对反对陈居民叛变啊 等等的这个活动 是一个资深的革命党人啊 他就是后来 他的那个和蒋介石呢 又有恩又有悦 但是呢 他是个军事才能 这个蒋介石是不可否认的啊 后来呢 在那个就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 杨永泰啊 这是蒋介石的智囊的推荐之下啊 呃担任了就是江西省的第四行政专员啊 这个位置还是很重要的 庐山秘密军事会议结束后 对红军抱有深深同情性的莫雄 迅速找来项羽宁等中共地下党员 把这一绝密情报交给了他 项羽宁不敢怠慢 立即把铁桶计划 制成情报秘本藏在鞋底里面 同时他用石头砸掉了自己的两颗门牙 化妆成又脏又处的乞丐 穿越重重封锁县来到江西瑞金 当年把铁桶计划交给了周恩来 他自己随身所带的那个小包袱里面呢 装的都是发收的又是酸又臭的那些食品 当敌人的哨兵搜查的时候呢 一看到这么一个乞丐 乞丐的话就把他放行了 他觉得这个乞丐的话又老又丑 浑身上下都是那个乌鲤 感到那个不可能是共军的间谍 而他就放行了 原来国民党军计划从七个方向进攻苏区 每个方向上都配备有三到四个师的强大兵力 陈城率领十几个师 恶守苏区东北部 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集中其精锐敌系部队 组成北陆军 担任主攻军团 分三个方向向苏区步步推进 要把堡垒像鞋子一样插进苏区的心脏 看到这个铁桶计划呢 中央大部分的同志都同意 立即出围 本来的话 那么我们中央 还有我们中央红军将会 遭到灭亭之灾 所以这个铁桶计划 对我们中央和中央红军啊 的确是可以至关重要的一个情报 也是决定了我们 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决定性的文件 按照原来的计划 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应该是十月底 或者是十一月初开始 实际行动的时间呢 提前了大约二十天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二局呢 破译了敌人的密码 从这个敌人的密电中啊 就获悉 蒋介石把总攻的时间 大约提前了一个月 1934年十月时 秋雨绵绵 中央红军兵分数路 从江西渝都等地出发 踏上了漫漫征程 当时军委二局也从江西的煤坑出发 跟随着主力红军呢 开始长征 路途漫漫 在已经踏上的长征路上 曾 曹 邹 又会经历哪些 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 请各位明天继续收看 长征密电的第三集 危机关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